今天介紹一下桌方法 桌方法簡單來講 對我想評估一下 這個環道有多少的生物 想說想知道這個地方有多少 怎麼做 我沒有變拍 我沒有變拍 因為你剛剛在滑步 很嗨 你們就是這樣子干擾 對不對 幹嘛扯開一題 反正上鍋面 怎麼很嗨 現在很趕嗎 怎麼很趕 沒有嘛 你幹嘛扯開一題 你一定要扯開一題嗎 對 桌方法是什麼意思 我們看得出 大家有沒有看懂 其實看本來只有短短的頁 但是他有個簡單說法 有看懂嗎 誒同學 有 我來聽 他什麼意思 放屁 什麼意思 桌方法 就放屁 讓我查一下 就放屁啊 OK 簡單來講是桌跟放 假設想像一下 我現在桌到十字上 我都上面做個顏色 把薩蒙的翅膀 或是給它腳上邊邊邊 然後給它做個雞套 我再把這四支薩蒙給放回去 那這薩蒙就飛來飛去嘛 它會混在一起對不對 好了 我現在抓十隻 這樣我會打雕 過兩天呢 過兩天之後 我抓了三十五支薩蒙 所以我發現三十五支薩蒙裡面呢 下班有三支 有三支是我做注意到的 請問一下 這個區域大概有幾支 3乘以12 3乘以139多少?36,3乘以12差不多啊 诶,同学,你们有在听吗? 有,有 他说为什么3乘以12? 诶,立主 为什么3乘以12? 因为3乘以12最终35啊 所以你认为这里面只有35之兆? 对啊,3乘以12只有36 到底有几次兆吗? 这个数量的使用费 这个数量费,所以是35、32 来来来,你们重新再来一跳好不好? 我再讲一遍哦 我先抓到十字上文 我把这十字上文 可能做个研究,做个吉他 再把这十字上文放到超长 然后那上文跳来跳去,往旁边跑去,对不对 隔了几天之后,再装回来三十字上文 结果发现三十字上文里面有3G有做记号 所以我就可以评估这些资讯 我去猜测这个超长文到底有多少个大文 35之加3之再加2之 所以35...再加7之 加2之加3之... 对对对,不要2,没有2 没有2,加3再加7,为什么? 原本做的十字加上... 原本做的十字加上... 35减3... 35...35加7... 35加7... 一个一个... 好,一个...那你怎么说? 35除35... 35除以3可以10... 35加7... 35加7... 也可以晾成于9, thế你的中称 отс头发... maybe行猜食... 你觉得咧,是哪某 번... 啊,大概三除以3... 对三, woods也 bersANAD 35在别3... 35在别3,为什么35ask4... 因为三十五字里面包含了十字其中的十分之三嘛 所以说如果他乘上三的话会变成九 所以就会最减点十 那为什么不乘以三点三 为什么乘上三点三 乘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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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说法跟你的说法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妈说好 有什么不一样吗 没有不一样 没有不一样 所以其实这两个说法都对 但是子妮你要不要说看 你为什么这样想 就是 就是你刚刚说子妮比好 看你三十五转叫老师 其实三十五比你不合 三十做起好 ok 所以 然后全部子妮没有 你自己做起好 所以你就继续 比例关系 就是三个啊就是 这种说 就是三十五是老师 对 平均每一支有做记号 是在这个帆子里面 是转到平均 半几次的记号 对 然后那就可以了 有听懂他意思吗 有 可以 OK 你讲的是另外一个 你再说我们前提是说 就是 不是 你先拿是 平均一个人讲 他前提是 他前提是 我前提是讲平均分配 假设的十支 炸母会到处跳平均分配之后 你没有说平均分配 我刚刚讲过了 我刚刚讲 我刚刚讲 好 为什么大多人就会 就是他跳一跳去 那我怎么还是不会平均分配啊 我们假设他平均分配 好 说办法 说办法的前提就是 要平均分配 前提是平均分配 好 平均分配 你要干嘛 我先想自己钻 好 自己钻好 那个 我举个例 假设 假设我拿了一罐 一罐 红豆 我这边一罐红豆 求婉记一下 我这边一罐红豆 几颗我不知道 我拿了100颗绿豆 一罐红豆 一罐红豆 我给他丢进去 然后给他遥望 遥望 假设这个绿豆呢 平均分配在这里面 好 好 平均分配在这里面 我现在从里面 随便抓一把 出来 我这样随便抓一把 你模样的地方 抓出来之后 假设我算出来 里面有绿豆 12颗 里面有红豆 75颗 额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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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的红豆本来要几额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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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 100分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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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分之12的答案去乘余75 乘余75 有問題 沒有問題 這是簡單的說法法的概念 所以你就可以計算出來 理性有問題 有 聽不懂 哪裡聽不懂 哪一個字聽不懂 整個蒜子 整個蒜子你有在聽嗎 有 修了我當你等話了 OK 我們讓冠神老師再來講解一下 這樣很簡單 我只用2個顏色分 這是剛剛的是 你只會跟我們坐在裡面 我們都白色表次 好 就這樣 然後呢 你丟100分之12 然後呢 它平均分配在每個區域 我們來講 這樣 下爐 就是平均分配在每個區域 這樣 比較好 然後每個樓這裡面都有 就是 兩億這樣的 綠豆 那 現在我們抓一把 抓一區的東西出來 然後呢 我們發現 這一區裡面有75顆很多 然後它是12顆 所以呢 嗯 剛剛的100顆 我平均分配在這裡 所以我們先把100除以12 然後再去乘羽 原本的多少數量 因為我們算是一區的那個 100除以12 嗯 100除以12 對嗎 對啊 100除以12 就是你總共是區的 嗯 嗯 182就是 一區 我們後來就有區了 嗯 嗯 嗯 就是比例啦 你100顆 你現在分成區了嘛 現在到底從什麼區區 你區出了 對 就是這種概念 我要怎麼算 然後那乘以75 就可以算出這一區到紅多數量 對 就算出全部的紅多數量的概念 就是為了簡單 就是 來 就是先把那個 我們都要寫的一區 我們都要寫的一區 那 就是 你看嘛 一個區裡面 如果你要分成四分 然後呢 紅豆 全部都放紅豆 你會放100除以12分 如果它分成區 然後那每一個區的 綠豆的量 一定是一定的 所以說你分四分 拿出來一份 那一份裡面 這其他三份的量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說這裡面的綠豆量 如果 假設這裡面的綠豆量是 分成四區就是25分 對 所以這次是嗎 你先把一區的綠豆量 然後再幾乎這樣 呃 車有75 因為 這一區的紅多的七十五分 喔 所以你要去換 你要去承桃 好 我們的七十五分可以承就好了 對不對 你看啊 因為這區裡面 你所抓出來的綠豆 可是其他剩他的極區的都是一樣的 所以要承他的極區的數量 對啊 一樣 一區一樣 對 我解釋一次給你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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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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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把它分成 兩個都是一區 好 用罐子來講 這是其中一區 其中一區裡面 有75顆的紅洞 12顆的綠豆 你不知道幾區 對不對 但是我不知道幾區 那為什麼算呢 因為我把100顆 你不知道幾區的情況下 對 我把100顆 12之後 我就知道幾區啦 因為原區有12顆綠豆 那你不知道幾區 有12顆綠豆 那你不知道幾區 那你算算幾區 那你算算幾區 有多少 所以我現在算是有幾區啊 對啊 那我算是可以知道 因為每區有75顆綠豆 每區有75顆綠豆 我在乘上75 我就知道總共綠豆多少 那幾區 一開始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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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開始就知道 那75就知道了 算出來 算出來 就是用你版面圖上 誰就知道幾區 好 OK 不懂啊 算不算不算 所以我知道 我不知道 你應該就是 原本這個杯子裡面 重新丟進去之後呢 它出現了 你不知道幾區 他就算不算懂 你別想說都可以 就比較簡單 好 OK 沒關係 我都懂不懂啊 好 所以桌放法 簡單來講就是這樣的計算 好的 請問 桌放法會有什麼誤差 桌放法會有什麼誤差 什麼時候會叫做桌放法的誤差 蛤 桌放法 有桌放法的誤差 蛤 我們要點點 小不肩 小不肩的時候 沒有誤差 不算喔 這小不肩 然後它還有什麼樣子 限時生活上都沒有誤差 你剛剛有同學說了喔 它沒有平均分配啊 沒有平均分配 這是最關鍵你知道嗎 因為生物你希望它平均分配可不可能 我舉個例好了 我現在抓了一堆帳目 我給它做的記號 像這一些帳目有沒有容易使掉 有 因為它被我抓到 我可能在腳 但它頂起到現在把它腳的弄斷 我不知道 因為太細微 不然找不到 所以這個帳目十隻放回去之後 事實上馬上就合一天 兩天就死掉了三隻 我知不知道 所以裝回來 就讓它有平均分配 數字就不一樣了 對不對 就不一樣了 所以說辦法裡面 第一個 我在抓的過程 我可能會傷害到這個生物的痕 第二個是 我抓到這批鳥 想說我現在抓帳目 我抓這一區的帳目 抓起來 我再把它放回去 我抓的地方 假設是跟它喜歡的地方 喜歡它會跑掉 所以我覺得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一個 不用算 你就全部抓回來 抓一批做記號的時候 再去抓一批做記號的時候 再去抓沒有記號的時候 再去抓沒有記號的時候 再做記號的時候 抓沒有記號的時候 你就知道那一區有幾次 你講的做法 剛好是跟有個笑話很相 他說 欸這個以前股臭肉有臭膨 他會是冰人臭膨 他說那 他去買臭膨藥 他買臭膨藥 他說這保證有效 不效 沒有效 不用錢 他就買回去 結果隔天跑掉 然後把一點用都沒有啊 你這批我根本就 根本就沒有用啊 我還是被抽中藥 他說你怎麼抓 我就把藥灑在床邊啊 不是啊 這個藥我現在來餵他吃 他吃的已經死了 還吃喔 那時候我都抓到臭膨藥 為什麼不敢把他弄死 我幹嘛去餵他吃一個藥 對不對 你的說法 你乾脆把這些臭膨藥全部抓回來 就好了嗎 一定要做 太清楚 太清楚 沒有辦法 因為他有魚就分配啊 因為簡單來講 我說海魚沒有多少魚 你說 那乾脆把海魚全部抓回來 你知道了嗎 那不可能喔 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通常不用 如果是比較小區塊的話 我覺得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所以通常用鋪鑽的方法 我們用這種做方法 做一個鋪鑽 所以它很大的不準確 不準確性 好了 做方法講完之後 今天我們要回到生物圈的一些本質 生物圈我們剛剛講說 它是一個食物鏈 這食物鏈在流動 到底什麼人在流動 你知道嗎 不知道 到底什麼在流動 為什麼你要吃飯 為什麼你要吃肉 這個餓啊 好吃啊 為什麼你餓 因為 因為我覺得肚子餓啊 因為我拉死了 你肚子餓 你知道什麼是餓 你為什麼會覺得餓 我就是食物啊 因為我不好自己吃掉 空虛提摩覺得 空虛提摩覺得 你如果說那些主動 比較會餓 還是去跑步比較餓 跑步 跑步比較餓 為什麼跑步比較餓 我跟你講 等一下 消化熱量非常好 修理 我們就直接從這個字上去講 這個字 把他瘦開來怎麼練 吃我 吃我 我把自己的麵都吃掉了 那你會餓啊 沒有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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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自食的概念 剛剛其實 熊安講的一個重點 跑步會消耗熱量 很好 什麼是熱量 減肥 什麼是熱量 所以這就是有沒有怕 他血壓都不怕 熱量其實是能量的一種 熱量其實是能量的一種 你做一下 欸 同學 熱量其實是能量的一種 那請問 你看喔 我們所謂的人 會去吃菜 會去吃肉 我們到底從這些菜或肉中間 得到能量 對 請問這個肉 假設是牛好了 它也是從食物去得到能量 對不對 因為吃菜或是吃到能量 那菜怎麼得到能量 陽光 就是陽光 沒有錯 沒有錯 所以我們想說 我們 維持生命的三角度裡面一個是 最重要的是 陽光 風氣 還有水 對不對 陽光 風氣 水 對不對 是不是 是不是 嗯 OK 所以陽光 就是提供我們能量 陽光的能量 進來菜 蔬菜 或者是草裡面 出體消費 生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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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它製造成能量 製造成它的物質 它把這些能量 把這些能量 放到物質裡面去 什麼物質呢 就是它是身體的結構 它的細胞病 它的纖維質 就是它的物質 它把能量組成在這個物質上面 然後呢 其他的動物去吃它 去吃這些物質 再轉換成自己本質的物質 轉換成肉 轉換成肌肉 對不對 轉換成牛肉 轉換成豬肉 這些肉也是物質 它就是把能量再接收過來 那這能量呢 最後再轉給 假設死掉了 或者是吃掉了 排泄掉了 這些東西 髒大的東西 在被誰分解 被我們剛講分解者 細菌啊 或者是 原核生物啊 真菌介 這些東西 去分解它 分解完之後 分解成什麼 分解成 養分 分解成更細微的養分 然後呢 這能量就全部被消耗掉了 所以你看陽光的能量 經過這些過程當中 陽光能量就完全消耗掉了 完全消耗掉 那這過程當中 這是一個能量的調化 基本上我們是把陽光的能量給消耗掉的過程 這是一個陽光能量的消耗 那 除了能量之外呢 在這個循環過程當中 還有一個重要的東西是什麼 陽光還要被消耗 在我們講到這個生餐者的時候 生餐者 他在用固質去組成能量 他其實什麼組成 他就是光了 用霸 這個氧化 它裡面的碳 霸 水 H2O裡面的清 把它組合成一種 我們叫做 你們應該有聽過 就是碳清化 聽過沒有 沒有 沒聽過 對啊 那些 碳清化 炭水或碳清都不一樣 碳清化 碳清化 碳清化還是碳清化 碳清化或碳清化是一樣的 碳清化合物 碳清化合物 碳清化合物很簡單 現在的循環還要碳的循環 好 我們把空氣中的碳 空氣中的碳固定到物質裡面來 然後攝影師這一物質 再轉換成別的物質 再轉換成別的物質 再轉換別的物質 到分解者分解的過程當中 他放出什麼 他一放出來想看看 是不是 是不是我們的類型在做這個事情 請說 我們吃了肉 吃了菜 我們是不是有呼吸 呼吸 我們呼吸的時候吸進去的氧氣 氧氣幹什麼 氧氣幹什麼去了 氧氣 氧氣的事都不用 氧氣 我們再說 以前有沒有學過 燃燒氧藥素 燃燒氧藥素 哪氧藥素 燃燒有三個東西 什麼東西可以燃燒 火 火 火就是能量 火 還有咧 空氣 天啊好空氣就是氧氣 還有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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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燒氧藥素 火 空氣 還有咧 氧氣 空氣裡面就是氧氣 還有咧 空氣裡面就是氧氣 還有咧 可氧物 不可氧物 所以你看喔 燃燒的過程當中 就是可氧物 氧氣跟火 火就像陽光一樣 它體重能量 對不對 氧氣 我們呼吸的時候 這氧氣 進去裡面 有沒有 呼吸我們吸收氧氣 氧氣進去 可氧物是什麼 可氧物是脂啊 脂啊 是不是就是我們的植物 我們的肉也是可氧物啊 脂也是可氧物啊 所以這東西進去之後呢 我們身體會把它拿去燃燒 在我們身體裡面的燃燒 是讓這種低溫的燃燒 你可以說它是氧化的過程 低溫 低溫的燃燒 對 燃燒是最多的燃燒嗎 燃燒是什麼 是把火鍋吃到那個什麼酒 小火鍋啊 小火鍋 對 酒精啊 酒精有可氧物啊 對 所以可氧物 這東西燃燒完之後 燃燒的燃燒產生什麼 產生 燃燒 對 燃燒完之後產生 最主要是這氧化碳 還有什麼 還有就是放出熱量 放出熱量 那 那一氧化碳是什麼 好 等一下 放出熱量之後讓你覺得很暖和 或者你就煮小火鍋 你看酒精常去燃燒 燃燒完之後放出熱量 才把火鍋給煮熟了 對吧 同樣的 我身體在做這種燃燒的時候 放出熱量幹嘛 放出熱量 放出熱量幹嘛 放出熱量 放出熱量 放出熱量幹嘛 哈囉 放出熱量幹嘛 我們身體在做的燃燒 喔 補足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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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在跑步的時候 會容易負責的 為什麼 因為你的燃燒 所以要被燃燒掉 對 燃燒掉了 所以你肚子裡面缺了燃燒 因為我們第一個燃燒 最重要是糖 所以你缺糖 所以你缺糖 你覺得肚子餓 血糖太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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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覺得肚子餓 好 OK 所以 不要看你 接下來 你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就放出二氧化碳 所以你看 二氧化碳的循環 從這邊來 哈囉 生產者 一開始 他行光了之後 他把二氧化碳進去 進去之後 他產生食物 產生他的肚子 哈囉 產生肚子 這些肚子在肉裡面循環 就是動物之間循環 循環完之後 每個過程當中 都不斷在放出二氧化碳 因為所有的燃燒過程 都會放出二氧化碳 這個過程現在就是呼吸 在我們動物來講 它都呼吸作用 如果有呼吸作用對不對 植物到晚上 它呼吸作用 它把自己本身的葡萄燒 在這些形容呼吸作用 把它變成 醋掉 沒有醋掉 它長 它長枝葉 它長枝葉 剛剛 陳友問到一個 為什麼是產生二氧化碳 不產生一氧化碳 C-O 氧是O 兩個氧化一個碳 跟一個氧化一個碳 只是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在於 氧不夠的時候 就會用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 一個有毒 一個毒性很小 二氧化碳 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 一氧化碳很少 那二氧化碳 重度 沒有 很少二氧化碳重度 你也聽過嗎 二氧化碳重度 所以二氧化碳 我都太高 二氧化碳重度很少 一氧化碳重度很少 因為一氧化碳 它整身的結合力才有 二氧化碳重度很穩定 它不會跟別人結合 一氧化碳還不穩定 所以它跟別人結合 跟誰結合呢 如果你吸進去二氧化碳 一氧化碳 你吸進去一氧化碳 它跟你的功夫有結合 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重度 一氧化碳重度 基本上身體 你不容易產生二氧化碳 一氧化碳不容易產生 你那時候就缺氧 就會口中 反正自然 所以說如果二氧化碳 拿去爆 它就變成一氧化碳 不會不會 二氧化碳不能再燃 一氧化碳可以造成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不能造成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不能燃燒 二氧化碳已經穩定了 它不會再燃燒 二氧化碳可以定 簡單來講 我把這個房間的窗戶全部關起來 我在裡面開始燃燒 炭 炭開始燃燒的時候 它就開始燃夠 所以它產生二氧化碳 它慢慢燃夠了對不對 大概產生一氧化碳 所以人家說那個燒炭自殺就是這樣 我就把房間的門窗都要先關起來 那時候一氧化碳到底怎樣產生了 就是氧氣不足的燃燒 聽懂嗎 氧氣不足 你缺氧化碳 我剛剛不是舉個力 我把這個窗戶的門都關起來了 在那邊點火 你慢慢的氧氣都哪裡燒燒燒燒 燒到氧氣慢慢的就不夠了 所以就是未完全燃燒就會變成一氧化碳 對 未完全燃燒 氧氣不足的情況 它沒有辦法完全燃燒 未完全燃燒指的是 火滅掉 可是那個東西還是有很高溫啊 不是 未完全燃燒指的是說 我的碳沒有完全燃燒 碳的完全燃燒就是二氧化碳 碳的不完全燃燒就是一氧化碳 那它為什麼不完全燃燒 因為它氧不夠 你看嘛這邊 氧氣一般來是兩個氧 O2代表是兩個氧 你看這個分子呢 它分到一個氧 這個分到兩個氧 所以當你氧氣夠了 每個碳可以分到兩個氧 它就滿足了 可是當你的氧氣不足的時候 每個碳能分到一個氧 因為氧氣不夠 它只能分到一個氧 所以燒那個木頭 燒一燒 火燒完 就是那個氧氣很熱 你缺缺火又會燃燒 那是未完美南燒啊 那不是未完美南燒啊 不是嗎 不是 那不是未完美南燒 未完美南燒指的是說 氧氣不足的情況之下 才有像未完美南燒 未完美南燒 你講說 這個木頭沒有燒完 擺在那邊 那不是未完美南燒 就是沒有燒完的 那是未完美南燒 那一塊 它又會燒起來 因為它被東西遮住 它 它局部是未完美南燒 沒有燒 因為它氧氣不夠 它旁邊有一層碳 遮住它 旁邊有一些紮紮 遮住那些火 所以它氧氣不夠 所以它氧氣不夠 所以它被氧氣不夠 它就燒起來 對 所以你覺得未完美南燒 那個情況下 未完美南燒 它氧氣不夠 它的那個 碳 它的果被碳遮住了 被一些紮紮遮住了 所以氧氣進不去 那會產生氧化碳 會啊 那會產生氧化碳 但是最重要是 空氣中的氧氣不足的時候 就會產生氧化碳 就產生氧化碳 就為什麼說 像有些人的瓦斯乳 不能放在室內 瓦斯乳 很多人都覺得說 冬天要去外面開瓦斯乳了 很冷 或說冬天放在外面 瓦斯乳層被風吹洗掉 所以才把瓦斯乳放在家裡面 就冬天洗澡 那門窗都關起來 因為冬天很冷 所以活一燒 慢慢的氧氣不夠了 這個問題就沒有你剛剛講 碳被遮住 因為那是瓦斯乳 可是瓦斯乳 我還在產生氧化碳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氧氣都好像怎樣 因為空氣中氧氣慢慢變少 氧氣變少了 就比整形氧化碳 整形氧化碳 那氧氧化碳 那氧氧化碳我剛剛講 氧氧化碳經營的血液之後 經營背裡面呢 它優先 比氧氣優先 那優先先 站住那個紅血球 所以紅血球被大戰了 而且它不會分離 它不容易被分離 所以紅血球一直抓著一氧化碳 可是紅血球一氧化碳 進去生理裡面 有沒有辦法 讓你生理血液 讓你生理細胞過的氧氣 沒有 沒有沒有氧氣 沒有氧氣就沒辦法 出去吸 就得不到新鮮氧氣 然後就慢慢 開始腦 就開始忠忠成分 賴響腫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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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腫 這以上我知道了 有沒有託過 Truth 很爽 innocence 沒有託過 然後起來馬上 tin 不要はい 所以這是碳的循環 最後一個循環 講氧氪氣piece的循環 陣這種支撐間尖部分 이야기 最後一個叫做氨循環 辣在空間中 我們的空間中 裡面有五分之一的氧氣 有五分之四的氪氣 蛋很多 那你说蛋循环 蛋到植物里面的时候是什么东西啊 液态那个已经成了很多东西啊 就把 液态蛋是把蛋压成液态 这跟液态蛋有关的 没关系 不能把 蛋压成液态的 蛋是什么 现在大部分的蛋是不能用的 蛋是没法用的 蛋是不能用的 蛋是这样 蛋是非常稳定的分子 所以它不能拿来药品 不能拿来非利药 所以通常来讲这蛋我们用不到 通常用五分之四的蛋 这么多我用不到 那可是你知道蛋在食物里面是什么 在生物里面 蛋 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在生物里面它就是我们的蛋白质 熊一 曾经听说有一个实验是说 是可以成功的 我们就是把一只蛋气 放在一个塑料袋里面 然后这些都是这么大的塑料袋 一直压缩这些蛋气 一直压到极限的时候 就会成功太阳 那是太阳吗 然后这些是什么气体 反正你压的时候 不是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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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是在那种东西 很新的东西 那个名字叫太阳 太阳 太阳 太阳吧 你讲的实验 第一个 我没听过 第二个 我认为邏輯上不可以 太阳和你刚刚说的太阳 我觉得它的意思 不是产生太阳 我是产生太阳 我是产生太阳 我不是在说你喔 我在十五万全 我觉得它的意思 不是产生太阳 而是产生太阳 没有高热量的那种物质 高热量物质 像太阳的东西 因为太阳它就没有 表面它没有石体 它是一个物质 它不是石体 所以它应该产生 像那样子的东西 高热 你口微弱 我没听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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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是什么气体喔 没关系 你可以马上去验照 看一看 所以我家去跟太阳 没关系 我去跟太阳 我去跟太阳 没关系 我去太阳 但是 但是 基本上蛋的东西 在生物界上很重要 因为蛋是属成蛋白质的 它就是蛋 它就是蛋 蛋白质的属成蛋 基本上 所有的细胞 所有的细胞 包含细菌的细胞 蓝绿菌的细胞 各种各式各样的细胞 里面削除不了蛋白质 蛋白质 是构成 你看比如说病毒 病毒这么一种 最基本最基本的 不像生物的生物的东西 请问病毒是什么构成 DNA DNA什么构成 蛋白质 还有蛋白质 就是蛋白质 所以 蛤 就是蛋白质 所以一个细胞 一个生物体 可不可能没有蛋白质 不可能 可是蛋白质 是要由蛋构成的 是啊 可是蛋器又不能拿药 那请问 怎么办 自我制造 没有办法 所以 基本上生物呢 尤其植物 植物 植物 要获得蛋 要获得蛋 这个东西 它并不容易 所以植物里面有一种 有一种特殊的植物 叫做豆科植物 豆科植物 豆科植物尤其很重要 豆科植物在它的根里面有长一种根硫菌 根硫菌可以吸收蛋的氧化纹 蛋的氧化纹像什么 像硝酸就是蛋的氧化纹 所以这些东西呢 它会进到植物的体里面 现在植物体里面 它就变成它的蛋白质 尤其像什么 我们讲豆科植物 大豆啦 黄豆啦 绿豆啦 红豆啦 这些就非常多 所以为什么有人说 其实中国人啊 早期有人分心说 中国人苗不学不容易得癌症 可能跟我们喜欢吃喝豆酱有关 如果慢慢的 好像这个 进入现代化之后 慢慢的 好像这个 它都会有一大些致癌 不太喜欢吃豆酱 都比较喜欢喝牛奶 对 因为鸡海豪豆 好 喜欢喝牛奶 但是你知道有人说 诶同学不要唱 有人说牛奶啊 牛奶这东西反的 比较容易致癌 我不知道这你们的东西 不是啦 这都是一味不挫的牛奶 你像说什么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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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听过啊 简单来说 为什么说牛奶跟豆类不一样 因为大豆呢 咱们做的这些东西 基本上你可以一直涨 每年每世纪都可以涨 每年每世纪都可以涨 好像这个 环境控制好 可以涨 但是真的 我夏天涨 我可以把水纹都好 可以放在水纹都没关系 可是牛奶 很怪喔 大部分的 我们讲说牛奶 服务类的二产 对不对 二奶 可是一只牛 正常来讲 会不会二 一年世纪都在产牛奶 正常来讲 他什么都会产牛奶 他有生小孩很多的 对 一般人生小孩才会产牛奶 可是现在的乳牛啊 是每天都在产牛奶 他怎么做 怎么办要的 打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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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那只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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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她在怀孕 让那只牛 觉得她的身体觉得她在怀孕 那那只牛 觉得她需要服务 所以她是不断的生命乳汁 所以你说这种乳汁正不正常 不正常 因为牛奶蛮好喝的 所以我们当时一直问牛奶 牛奶蛮好喝的 牛奶蛮好喝的 对 牛奶蛮好喝的 对 牛奶蛮好喝的 对 是啊 是没有做 所以说牛奶蛮 所以说牛奶蛮 牛奶蛮是一直不断的 让它有 喂奶的需求 对 修益 我可以理想 就是下一个 祝福你那个 牛奶蛮的那种 嘴巴 去 其他的口感 你讲这也是有可能 这也是有可能 好 然后让他认为的是 OK 然后又就是 所以 这也是一样 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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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男生吃 好感到西克尔房 喝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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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耶 如果你一直给男生 好感到西克尔房 那都会一起 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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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文在提供吗 对 那你说 所以 我没有什么 朋友 我没有什么 安全 那他们在农场 自己提出外来做 荷盟 那不是有多 不 荷盟肥腱腱腱 不会不安全 荷盟肥腱腱 安全 它减排很不够 荷盟肥腱 荷盟肥腱 是那个 整个体内都有东西 所有生物体内都有 所有生物体内都有 但是 但是 那个子宜刚刚讲的 这个方式不是不可能 有可能 就是说 它持续因为有 胃困难的需求 它又会持续的 产生乳脂 但是这部分 我 我觉得要查一下 我也不确定 查一下 查一下 所以你还是被我们打五个问题 你说 我会一直给男人 打男性荷盟肥腱 我不知道这跟我们现在 什么问题 有啊 你说他一直打荷盟 他就一直做地乳脂 对 打男性荷盟 会不会一直 男性荷盟的功能是什么 是波及 不是 男性荷盟不会让你波及 算女性荷盟 没有说会让乳脂 产生乳脂 那是其中一部分的功能 对啊 但是男性荷盟不会让你波及 他会让你制造精子 所以他会一直射精 他不就会一直射精 他可能就会只制造精子 他制造精子 你知道干嘛 你制造 今天水不满 他满了你不需要 他就从这边直接溢出来了 他就溢出来了 对 那就溢出来了 所以 所以 尿尿尿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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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队 ヒ 有时候是 那就是什么 不是后患 这就是发情积数 那就是发情积数影响 发情积数影响 会到你觉得就会想要 因为你想做性情文 所以你就活着 所以讲说会不会只好 讲说你还没准备好 还没准备好 所以有些人就有给 就是像有些 像目前来年 因為像很多我們生物 就是我們自然界存在比較多的時候 這個叫做 不是 就是叫做生長基礎 生長基礎 所以生長基礎的資金之下 我們現在變得都 不管男生女生都比較早熟 又比較早熟 早熟的時間又變得早 比如說女性可能第一次月經的時間 會廣至疑 可能有時候甚至有像七八歲就月經 有時候暴動會寫 然後就早就月經 對 很早就 那可能男生可能是十歲就開始長猴姐 也有可能 他可能有些 有些像穿男生衣服可能在十歲就開始躲起 一定 他不用擋了 他不用擋了 瓜哥咧 你這樣基礎躲起的 嗯 有時候 這樣基礎 基礎的時候還是會 小孩子還是會躲起 因為他可能在不知覺的情況之下 我可以講 男生在媽不知覺就躲起了 有可能 因為都不太會酸酸的 所以這是我們講的第三個循環 淡循環 淡循環 如果製造我們所謂的蛋白質 所以你看吃著大豆 吃著綠豆 你主要是吃 像我們台灣人 中國人 你主要是吃豆漿 像上次我們也去參加那個攀岩 那個葡萄家就講 你訓練完之後呢 你的蛋白質 增長的肌肉破壞的時候呢 最好你看它長肌肉長最快的時候 就是要喝一點豆漿 或是吃一點肉 或是吃雞蛋 可以幫助你的肌肉增長 可以讓你長得坐著 好 好 這個是 蛋循環 那蛋循環 怎麼排出來 不了 過 我們吃進去了 蛋白質嗎 進去 我們講循環就叫循環 炸 你看 二氧咖喘吸進去之後 它會變成瀑的 та在排出来 二氧咖喘排出來 那蛋呢 蛋进去生物体的时候 会变成态度来 变成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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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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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找暧昧 会变成什么 会变成什么 蛋进去生物体之后 循环管的时候 会变成什么态度来 会变成什么 会变成什么 另外一种 变变 大兵跟扁扁哪里面 给大家变变 大家看一个吗 它变成尿 它变成尿 哦 尿 尿实际上是很重要的 蛋的排出 所以为什么 像我们古时候 小时候我常常看我阿嬷去 教水 教那个菜 用尿籽 他会用那个 就是那个画画区里面有的尿尿 有大便在一起的东西 他就拿那个去浇 稍微加点水 就拿去喂植物吃 喂那个青菜很好 很重要 尿里面有尿素 尿里面最重要是尿素 什么是尿素 尿素就是淡的 淡的化物 尿素就有毒没有毒 尿素就有毒没有毒 尿素就有毒 尿素就是安 尿素有个特别的味道 尿素是淡的 就是最紧淡的感觉 它是体验出来的东西 它是底鑫的东西 所以它是乱的 有经过阿摩尼阿 有经过阿摩尼阿 厕所有时候会抽到阿摩尼阿 就是酮素 酮就是提電出來 酮就是提電出來 酮的味道超像的 對很像 那是阿摩尼亞的味道 那所以說 酮就是蛋的海豬 那不是吸的還是稠的 不一定是吸的或稠的 就是像你看 像醜的人類有大便跟小便會分開對不對 像鳥就沒有分開 像那個什麼 像 壁虎 壁虎也沒有分開 壁虎排泄的時候 他同時把大便尿尿排出來 他尿尿要什麼 壁虎的尿尿你都看過 壁虎的尿尿是乾的 壁虎的尿尿是乾的 有沒有 你看到壁虎的尿尿 蛤 蝙蝠也是一起排出來 那個 壁虎的大便比較特別 你看過沒有 你塊黑色的 前面有塊白白的 沒有看到壁虎的大便 前面那個是尿尿 他連塊黑色的前面小塊白白的 那個白白的就是尿素 就是這樣排出來的尿 OK 所以基本上 每個生物都排出蛋 它蛋消耗完的部分 鳥不是都直接排尿素 什麼 鳥都沒有排尿 鳥都排尿素 什麼鳥 鳥 鳥 鳥鳥 鳥的排法跟壁虎很像 它是大便的同時 它是尿素 它大便的都會同時才是尿素 那這些東西 如果尿出來沒有蛋的話 事實上就會 尿動皮 就會 體內就太多的尿素 它就會動皮 所以叫做 鞍是很足的東西 這個蛋是很足 剛才有的故意講說 鞍啊 尿素是很足的東西 它在体内没有吃到排放的话 它就会变毒素 那为什么这会出现呢 因为同样的是在燃烧的过程当中 蛋的燃烧就会产生尿素这些化的物质 所以这些尿素一定要把它排出去 我们是靠尿要把它排出去的 好 谢谢